好 剛剛老師呢已經體驗過了我們就是 這樣 群組的使用方式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如果要自己建立 該怎麼做 您可以先到這邊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上面這兩個 群組啦 課程主要就是自己的 發現是發現別人的 對不對 那也不見得都一定要怎麼樣 所有資料都是自己建立的 你也可以借用別人的 了解意思嗎 我們剛剛不是有訂閱嗎 對不對 你訂閱別人之後 我覺得他的很好啊 整理的不錯 我也可以引用喔 也可以引用 那你先來看一下 你看課程 好 課程裡面 您從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找到一個建立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叫匯入 那有匯入就有匯輸啦 表示說如果有同類型的 包括班級也好 像一般我的做法 都是怎麼樣 一個班級先建 剩下的就怎樣 用複製的是不是比較快 群組啊 課程也是一樣 群組比如說我今天 像我有 兩個班 兩個班一樣的 課程 那我就建好一個班之後 我其他就是直接用複製的 好 就用複製的 就會比較快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右手邊建立 好 你就直接打老師的 課程名稱 那您可以自己選擇 我要不要公開 預設是不公開的 比如說這裡 課程名稱可以一樣沒關係 好 我就按建立 好 一進來之後 有沒有完全都空的 對不對 您可以自己選擇一個你喜歡的那個圖片 又這邊這邊 有沒有 又回來這裡的 然後呢 圖片你可以自己挑 他預設幫你挑一個 你也可以從下面這裡直接選 好 這個應該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那比較特別是還有一個叫共編人員 如果說老師平常 同一個領域的科目 我覺得我們資訊可以大家一起 編輯一個 你可能老師準備拿幾個單元 他準備拿幾個單元 那也可以把 就是相同的 人員就把它加進來 這樣也可以 好 那這個地方你改好了 要做說明 都可以 R1儲存 好 那麼呢 一進來之後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 第一個動作 要先有主題 主題就是我們講的 類似那個木木的概念 類似木木的概念 比如說我這個第一個主題 我是跟數位學習有關的 好 存檔 好 第二個主題我通常會先建 先建幾個 好 然後呢我跟補救 跟補救教學有關的 OK 那如果說萬一你發現這個順序錯了你就 這樣應該沒問題 這很簡單 如果要調整 就再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編輯 就可以重新回來 可以重新回來 那你有了這個之後呢 標準的做法是 我跟數位學有關的 好 就來新增單元 你看我們剛剛玩的都在這裡 有沒有 影片的類型 有網頁的對不對 還有什麼 彈入的 像我們剛剛 我們放在那個 雲端硬碟的有沒有 那種的 彈進來了 這叫彈入題 練習題就是我們剛剛24節期那一種 投票題 還有剛剛老師有沒有用過塗鴉題 就是這裡 這些都可以用 你只要把那個圖片當作底圖放上去 他就負責在上面圈 好 在上面圈 所以 那這個呢 是比較標準的 那比如說你要影片題你點了 你只要把YouTube網址放進來就好 那你可以告訴他 影片要從什麼時候開始播 我們試看看好不好 你看我們剛剛 這裡 YouTube 好 好假設 你看生活裡的科學 這個還不錯啊 這個是大愛的 我做到這一個 我把這網址 複製強 你看我們回到剛剛這邊 我就把它貼上 老師不用打那個單元名稱喔 他蠻聰明的喔 你把網址貼上就好了 有沒有自動抓到 不要再那麼無聊 還要練習打字有沒有 然後你看補充教材 有沒有進來了 就是哪裡的 影片下面有沒有說明 他會自動抓進來 他會自動抓進來 那 剛剛呢我們不是有那個影片題嗎 對不對 你看在下面這裡有沒有個題目 你就可以看 我在第幾分第幾秒 題目是什麼 然後呢我的題目是 要從第幾分第幾秒 十分秒 那你可以加入選項 比如說這是1 然後呢 按一下 2 那你要告訴他正解是哪一個 這樣了解 好了儲存就好了 如果題目一個不夠 你沒再增加 有沒有發現會不會難 不會嗎 你看我就把它 完成了就按儲存喔 OK就有了 那這個地方呢 他這裡是所謂的預覽 我是比較建議 所以你都可以把它按一下 他就變 當然我們在看的時候 直接在教程裡面就看得到 就看得到 不過目前這個功能是越來越 界限越來越模糊 因為有沒有用好像沒有太大關係 就是你進去就會看得到 這樣這一題會不會的 影片題 好 然後呢如果你是網頁更簡單 你就看兩個網頁 比如說你要看這一頁 就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一樣的 到這裡 網頁 記得網址先上 如果 如果 他能夠抓得到 他就自動把你抓進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對不對 可是他有發現一件事情喔 他說 你現在去了這網頁是沒辦法 被我砍在哪裡 砍入到1.0裡面 那沒有關係 他就會出現一個這樣的訊息 然後呢 會有一個連結 有一個連結 有沒有 你就點這個連結 就可以另外打開了 就不用擔心說 這個網頁 因為有些網頁他不喜歡讓人家 放到裡面去嘛 這樣比較不好啊 對不對 他就會說 你利用我的內容 大賺我的錢 因為有些人家不錯的 變得好像那是你的內容一樣 這這樣不行嘛 對不對 好 那一樣的 補充教材 如果你需要特別講的 就可以在這邊 寫一下 萬一如果你剛剛 發現 這不是網頁題喔 應該是砍入題 還是什麼題 你可以從類型這邊再做切換 當然現在也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單元縮圖 可是通常大部分大家應該不會那麼勤勞 除非你覺得這個很重要 你可以幫他準備一張小圖 好的 沒問題 就按儲存 你看我現在是不是兩個了 對不對 萬一這個 順序要調整 就這樣 上下調整 這樣有沒有很難 不會 如果萬一放錯類別 叫他下來 OK吧 如果都沒有問題 就按發布 表示 這樣怎麼樣 就可以拿去用 那麼預設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是什麼 沒有公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 我先發佈一下 好 預設呢 你看這個 他本身是沒有公開的 有沒有 你發佈之後這邊 有沒有非公開課程 所以你透過哪裡 透過發現這邊不會看到 不會看到 如果你把這裡按一下 有沒有變公開的 這樣搜尋 你就會被 找到 因為我想有些老師 不見得說你希望你的教材讓人家看嘛 或者說有時候你這個教材本身 有版權上不是那麼 確認 那麼你就可以用 就是被公開的方式 非公開學生要怎麼看得到 你可以 他一樣可以產生代碼 直接跟學生講代碼 對他可以加入 也可以怎麼樣 就是我 我雖然沒有公開 但是我還是可以加入我的群組裡面 這邊 你看我們剛剛這邊 這個裡面 你看我右手邊 我這裡有課程有10個 有沒有發現 我有些是公開 有些是不公開 所以我一般是比較喜歡用群組 也就是說我可以互相交互使用 有些我是完全公開的 那沒有問題 我就 大家都可以看 有些是有課程專屬的 我 一樣在群組裡面可以引用 可是你一般是查不到的 這樣了解 那就麻煩老師你來試看看喔 你可以看看 像我們剛剛建立起來就像這樣 那你從右手邊這裡可以看到 在哪裡做 從這裡 建立 你首先要給他一個什麼 名稱 給他一個名稱 那有了這個名稱之後呢 你點進來 記得第一個動作 先加主題 因為主題就是我們講的類別 類別的部分 黃金老師請您試看看喔 谢谢大家